接着讲案的啊 杨新海第二集 我发现我讲这网上有瘾 上一期咱讲到哪了呢 讲到了1995年那个夏天 夏天一般是农村性犯罪案件多发季节 穿的少 办点啥事呢 也方便 包米地呢 也非常茂盛 往里一拽一拖 别人看不见 所以这个季节是比较危险的 这一年呢 杨新海已经27了 没有个对象 天天这个经历非常旺盛 荷尔蒙啊 这家分泌的欲望也比较强 憋烂蹦啊 看谁都是双眼皮 这一天漫无目的的大马路走呢 寻找这个作案目标 不知不觉啊 就到了这个正阳县地面 两边都包米地 就在他前面有个女的 比较年轻 穿的比较少 离老远看着大白腿 可性感了 顿时这眼前一亮啊 这一股邪火啊 哎呀 直窜脑挂顶 惊成上脑 前后左右看了一下没人 他一看旧事就坐路边了 假装搁那望天 假装这块地也是他家的 拿这个余光就瞄到那边 那女的一点点走近 走得越近就阳心海 这呼吸变得非常急促啊 哎呀 这手脚没定备高啊 手之嘚瑟啊 这两只眼睛都给瞪出血来了 这女的刚走到她跟前 她一下就窜起来了 从后边一下搂住那个女的脖子 这女的没反应过来 也没想到啊 突然袭击啊 这女的一边反抗吧 一边大声呼救 你这地方你呼救也没用啊 前摸刀屯后不着地儿 哎 这女的呢 就被阳心海压身下了 然后呢 这一个手啊 拔着那个脑袋 右手呢 就是脱人家这个裙子呀 裤子呀 衣裳啥的 还没脱干净的 然后呢 就亲人家 凑近 往脸上亲 这女的吧 也是不是个善茬 啊 照这个阳心海的脸蛋呢 慷长就一口 哎 我这给阳海疼的呀 就把那个肉都给咬掉了 阳海一下就把手松回了 就趁这功夫 这女的一咕噜声爬起来 鞋都没穿 那家跑的 哇哇的呀 跑完之后 直接上拍所办去了 阳心海刚反过来 想要嘴捂着脸 跑远了啊 毕竟这个阳心海 具备反射含能力 因为耗子里边 关好几回来 把现场啊 哪个这个树枝的树条子 给它熟一熟 滑了滑了 东西捡一捡 把痕迹熟一熟 赶快就撤离现场了 就是打扫地面的树枝啊 他都拿走了 那么为了躲避侦查呢 他在野外啊 在池塘里面洗了脸 当地不敢呆了 连夜逃窜 逃出几十公里 他如果说想吃饭的话 现在目前这个状态 只能去投了 终于有一天 入室盗窃 被正阳县公安机关抓获 问他呀 说那个 你的脸上那个伤是咋回事 因为前阵刚有人报案 强奸未遂 给那个犯罪嫌人 康上来了一口 然后呢 警察就怀疑他 怀疑他就把这个受害人 给叫来了 那女的一开门 一瞅他 就是他 就是他 给我摁身体了 大地 你衣服都给我扯坏了 完了 这回行了啊 虽然没强奸 但是也判刑了 1995年12月19号 郑阳县人民法院 以杨新海 犯这个盗窃罪 强奸未遂 判处五年 有期徒刑 96年春节前呢 被送到这个 郑州市新政监狱劳改 劳改是啥意思 你得干活 不能白养和你 干啥活呢 砸石头 后来杨新海杀那些人呢 主要是拿锤子 他砸东西砸特别准 他比方说砸你太阳穴 他不得砸歪的 因为在96年 砸了一年石头啊 天天巴巴就砸 一天砸三十车 这活挺累啊 杨新海咱之前讲了啊 他家虽然很穷 但是呢 他一直上学 他没干过农活 没劲 啊 他那个劲啊 就在这练的 那刚开始砸这个石头 也没劲啊 天天让人熟悉啊 这家熟悉的 后来跟央求啊 说能不能换个活 这活太累了 上面的管教说你这么的吧 表现也挺不错 确实你的身体素质也不适合干这活 干点戏的吧 去做假发去 就咱们日常就你看很多这个头发少的人戴这个假发呀 有很多是他们做的 哎 这个干假发这活吧 看似不太累 但是工作时间比较长 一天得干十几个小时啊 干的眼珠都穿滑了 那小头发色那么细 一个一个往里插啊 你还不能做坏 做坏还得罚分 还得扣钱 那段期间呢 他讲话了 比他妈砸石头都难受 他都不想活了 就累成那样事的 但是你走你走不了 越狱没得两下子 那就伪装呗 假装积极改造啊 咬牙坚持 骗取管教 信任啊 争取减刑 他在第四年的时候减刑了一年 然后在1999年5月31号的下午 被放了 走出了新政监狱 这年呢 已经30岁了 没有媳妇 没有孩子 无牵无挂 这个时候中原大地农民开始收麦子了 东北还没播种呢 啊 中原地区开始收麦子了 杨新海就沿着这个京珠高速啊 这个新政段 往南走 那他家阁那边 里这一百多公里吧 但是他身无分文呢 也没有钱搭车啊 他一边走啊 一边就看 这个田地里边忙碌的人群 有了一个不好的主意 脚步放慢了 他觉得 就这样了 自暴自弃吧 他还得偷啊 不偷他没钱 吃饭呢 整个下午时间 只走了十多公里 哎 天快黑了以后呢 就到了这个许昌 这个下边 这个长葛县境内 走到一个农户家门口 看里边正吃饭呢 他是手里拿了铺盖卷 有干粮 干粮是监狱发的 但他可没说啊 说我是驻马店人 我那个进城啊 打工去了 工头嘛 不讲究 干了一年多 工钱一分也没给 我没招没钱 我走道回家 我路过这吧 我想找口水喝 瞅他可怜八叉的 说正吃饭呢 没啥好玩意儿 就是面条子 你不嫌 后的话你就整一口 他说行 光光造好几碗 那临走呢 又给拿了馒头 杨新海一句感谢话 都没有 他后来采访 他是怎么说的 这是我通过 我的演技骗来的 跟他没关系 那是我的演技问题 就这么个人 杨新海有一点比较强 他夜市能力比较强 他吃完饭一个小时 磕了二十公里 就一个小时啊 他整个下午都没走这些 他为啥这么快呢 他不刚才 搁那个村庄吃了饭了吗 他怕在这块作案吧 那边能提供作案线索 哎 他想快 一个小时能走二十公里 大概晚上十点 到了一个村头 悄悄的就看到 啊 有好几户呢 是没有院墙的 有的院墙也比较矮啊 他一看就这了 但是现在下手比较早 找个地方先眯了一觉啊 因为那个点村民都没睡觉呢 他慢慢往那个村头走 他为啥上村头呢 因为农村呢 都有积警房 每个农村都有 他从小搁那生 搁那长 他啥都知道 啊 早到积警房 一进去发现呢 没有门 里边也没有人 哎 趁着月光看了看 还算干净吧 打开铺开卷 倒头便睡 哎 一觉醒来后半夜 随身啊 衣服包 夹在嘎吉窝之下 然后破个卷 井里一冷 偷摸了往村的进发 偷偷的进村 打枪的不要 凌晨两点半 这个时候是睡得最香的时候 这杨新海啊 轻手轻脚进了村 他看着一户人家 只有三间正房 没有院墙 蒙手停个自行车 正门是开着的 观察了几分钟 这家没动静 他确认 这家已经睡着了 而且自行车也没上锁 他过去一看 摸摸 确实 他刚想把自行车偷走 就发现这一家 只有一个妇女在睡觉 哎 你说他多厉害啊 开门就进入屋了 大方进去了 一周背就钻被窝了 就跟那女的发生关系 那女的非常配合他 为啥 那女的以为 隔人丈夫回来 他老公夜班 哎 他也没醒 是反正睡得迷迷糊糊的 都已经完事了 都已经整完了 完了醒了 一看不认识 杨新海没管那事 啊 骑上自行车跑了 那你不敢撵的 不敢喊 先磕磕认呢 你对不对啊 就这么的白磕一下 这个没杀人 这个时候 正好是农村收这个麦子 就有人半夜骑自行车 哇哇骑 不会让你别人注意 所以说他非常轻松的 骑小自行车 骑手几十公里 天亮以后 已经干出五十公里了 到个几十 自行车一卖 卖了十五 买了一副 卸手套 买了个手电筒 啊 从此以后 走向职业犯罪 这条路 杨新海自己行动以后啊 为了给自己做这个掩护 打扮成这个 小买卖生意人 带一些小商品 他带这个玩儿吧 表面开始卖货的 实际从来不卖货 也不吆喝 他也不从来 别人问多钱 他也不好好说 那气球 三毛钱一个 他跟你说五块 啊 反正也不 就是黄吧 拿这个当道具 这眼珠子 贼没出眼的 爱无傻吗 爱无丑 白天就踩点 白天不算 踩完点之后 晚上睡觉 后半夜起来 咳 就这套路 99年那个冬天 杨新海流窜到了这个信阳市罗山县南大河一带 大概是十余月中旬的某一天 他个南大河发现一个窝棚 啊 鱼窝棚 就专门是看着这个鱼塘 搭一个简易的一个小地上 可以睡觉 啊 这里边是一老一小 两个全是女的 一个老太太 家小孙女 这儿呢 离村庄非常远 方圆可能一两公里都没有一个人 而且这个窝棚呢 晚上不上锁 杨新海呀 他白天已经踩完点了 他只到这块一老一小 那小公子长得挺好看的 啊 这是又憋了好几天呢 这晚上是二来岁 这是浴火分身 是不是 凌晨一点多周 拿了一个手电 戴上白色手套啊 慢慢的摘掉门上的锁 尿窍进去了 他看见这个墙上挂了一把剪刀 我估计他们是防身用的 他先是把这个剪刀给拿下来了 哎 直接就扔河里了 河边是鱼塘啊 他刚要偷东西 老太太醒了 大声问 谁呀 干啥的 杨新海一话没说 拿大报呢 筐肠照脑瓜子一下子 老太太就这一下 躺在那昏过去了 啊 完了满地下找个塑料绳子 老太太手一绑 没事 下不少女啊 少女看到他奶奶被砸成这熊样 嗷嗷叫唷呢 没用 听不着 大棒照脑瓜子 筐肠一下 脑瓜子干出血啊 就在这个功夫 杨新海又过去亲去了 他就不长脸 上把亲眼睛被人咬了 对吧 哎 这把直接把舌头伸 少女嘴里去了 这小姑娘吧 也是挺刚确的 咔哇一口 半辣舌头没了 半辣舌头咬掉了 这个杨新海疼的呀 哎呀妈 就跟狼叫似的 嗷嗷的呀 顺手拿大火钳的 照太阳穴 咣咣咣一顿磕 临走的时候啊 不忘了这个 把掏团人兜里钱 他有个习惯 他偷谁家 你就放心 您家一分钱都不带胜的 这在后来采访上说的 溜干净啊 临走还不忘 把那个舌头捡起来 被人咬掉的舌头 咬完之后 已经吐地去了 他捡起来 撇到这个河里去了 他怕警察掉茶呀 舌头也接不上 是不是 这一次 案发呀 杨兴海非常后悔 不是因为被咬舌头 是因为个案发 现场留下血迹 如果警察提议到 化验完之后 可能知道他作弹 啊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警察并没有找他 他一看没啥事 虽然说舌头被干掉了 干掉一部分 但他不敢上医院 也不敢买药 因为他认为啊 公安可能有布防 药店不敢去 养了一个多月呀 他咋养呢 就是啥呢 狠着这个鸡蛋清 他自己说 我能消炎 我都没听说 天天喝粥 喝汤 不敢别人说话 因为说不了 没有舌头了 呜呜呜呜呜呜 那是根本说不清啊 一共养到第三个月 才将将养力所 可以说这三个月 是精神肉体 再一次痛苦的挣扎 他更加仇视社会 更加憎恨所有女人 第一个让他伤心的女人 是要跟他结婚 没解 跟别人结婚了 他同学 对吧 第二个呢 是他第一次 想强奸那个女的 被人咬了一口 把脸上肉都干掉了 对吧 这是第三次 把舌头干掉一半 关键是你舌头干掉一半 你也没咳上 他知道公安机关 一定会大力侦破此案的 所以说当地不能呆了 连夜北上 过了几天到达安阳地面 到这儿啊 反正能偷就偷 能抢就抢 大概大半年 舌头伤基本也痊愈了 他那份不安分的心 又躁动起来了 2000年八月中心 杨新海在这个河南安阳 郊区一带晃悠 看到一片菜地 菜地里面有几个塑料大棚子 有一部分在拆除 就剩了一户人家 周边没有别的人家 这个院墙很低 所以呢 他就往跟前凑合一下子 看看 假装说着口水喝 观察观察 他一走啊 就发现呢 这块是一个小夫妻 带一个三岁的孩子 这个女的长得特别漂亮 他一看就相中了 而且岁数不大 选定完目标之后呢 他就害怕了 啊 因为上回在这个信阳强奸的时候 被舌头干掉 舌头被干掉了 这把呢 还有个男的 咋对付呢 牙一咬心一横 他就想 如果想强奸成功 自己又不能有危险 那么我第一个事 先把男的干死 当天下午绕到安阳市 买的手电筒 买的白手套 买的电池 入夜之后 带这些东西 向郊区走去 我跟你说了嘛 一小时走二十公里 没问题 一边走 一边左过右盘 大概晚上十一点 到达这块菜地 他蹲在菜地一角 就观察家人动静 院里没有人 屋里灯是亮着的 他估计啊 可能是没睡觉的 啊 原来还行 我先睡一觉 在地头地上啊 躺着 搂了一觉 醒来以后 已经是凌晨了 后半夜了 掏出手电 戴上手套 非常轻易的 翻过小矮墙 进了院 随手捡了一块砖头子 夏天呢 农村人一般睡觉的 不关门的 不锁门 听了听声 这边打呼噜呢 那边喘气呢 啊 基本是睡熟了 轻手轻脚 就进了屋了 抄起这个砖头子啊 一边走 一边瞄准 就找到那个男的了 照这个太阳穴 哗啥就一下子 那男的一声都没有 这一下子 女的就醒了 阳海说了 嘘 别吱声 先拿钱 女的说 我这没钱呢 我钱都存银行了 你要多少钱 我都能给你求出来 你这块哪没有 咱明天上银行球去呗 说说话的女的站起来了 阳海说你给我趴去 别动 趴去 女的说我不能趴 我一趴你就打我了 小阳海一听 直接出了 在地上找大棍子 回了叮光一顿壳 他家不有那个灯泡子吗 灯泡子干碎 干碎完之后 赵女腿上哗哗就好几下子 打昏过去了直接 直接干昏过去了 然后双手举过头顶 给他绑起来 下不干啥 下不那就那啥呗 是吧 事办完之后啊 他看那个男的 反正一动不动 女的下的床 一动不敢动 翻钱 一顿翻呢 离开的时候呢 为了掩盖这个足迹 人家的新买的一桶油 豆油 哎 倒满地都是 你这多货货人吧 人家唯一的交通工具 是个26寸的 这个自行车 他给骑走了 骑了几十公里 天亮了 到了这个安阳南部 汤银县啊 把车子一蹦 走人完事 黎明时分呢 女主人醒了 男的还昏着呢 抱着孩子 找亲亲报案呢 把这个老公 送医院抢救啊 后来这老公还行 重赏 但没死了 那没死了 这个是命好 往后的案子里面 就没有那么好命了 没有活口 我就告诉你 啊 但是这个人呢 他胆小如鼠 你看你睡着了 他不害怕你 你只要醒了 你只要一声喊 再给他吓来 不管男女老少 一喊他就害怕 他专门会背后下刀子 知道吧 2000年9月 杨新海来到了这个周口店郊区 他已经不满足每天小手小摸了 要找大目标 一天下午呢 就到这个汇船区北部一个 选定一个小卖店 在那个年代吧 小卖店是他们攻击对象 一方面小卖店有钱 有现金 就算没有现金 有罐头啊 我跟你说那是好东西啊 那晚上挺贵 一般家庭吃不着 方便 馒头 不是馒头 面包 喝点肠 这都是好东西 2000左右 这晚上挺值钱 知道不 起码能解个宝啊 你大半夜上饭店也没人啊 小麦店啥都有 是吧 小麦店主人的是一对老夫妻 大概六来岁了 他为啥选这呢 这块吧 这块是一个主干道 他就想做完以后 跑的比较快 还有一个周边没有啥住宅 9月20号凌晨 杨新海戴着手套 手电啊 到达这个国庄村 整个村的一点声都没有 他现在一个没有这个围墙 人家偷了一个压井那个杆子 就是那个农村打井那个杆 挺老长的 铁的 粮食多长 完了呢 就奔小麦店去了 离多了远就看见小麦店 那个男主人 在外边睡的 我不知道农村是不是这习惯啊 露天睡觉 他打呼喽 他一看这个状态 他不敢进入头啊 他怕老头醒 他咋办呢 他不敢从正面进 他呢 整个小铁片子 他挖这个墙 城里人可能不了解啊 咱们城市里面盖楼啊 用的是钢筋毁凝土 你拿铁片子你挖不动 但农村不一样 农村那个砖跟砖之间呢 用的是黄土 就拿个铁片子抠两下 只要一块砖能下来 哎 一小会儿能抠个大窟窿 咔咔咔 抠个大窟窿就往里钻 钻一半发现不对 里边是个柜子 挡住了 一看他晃个地方 到那个西南角又挖个洞 挖完之后进去了 这时候老太太睡得正小 哎 他进屋找 找老长时间也没有钱 他就想 肯定老太太把钱给藏起来了 然后就拿那个亚井 那个杆子 两尺多长 贼老粗 那大铁大铁棍子 赵老挖子 哐哐两下 用这个背啊 我老太太脸 他确定老太太死了 但是他仍然不敢大胆找钱 老头可外边呢 是不是 他一看一不做二不休 不费那个劲了 直接拿棍子出去了 赵脑挖子 哐哐哐 老头不动他了 这回好了 进入翻吧 翻了一宿 找了一百块钱 就是他一共杀了六十七个人 你猜他一共抢多少钱 从头到尾 一共杀六十七个人 抢了六千三百块钱 你知道吧 就是他很多时候是杀一家四口 抢五十块钱 那么首先发现父母被害的是他姑娘 一照我没看着妈出来 很奇怪 都下午了 上小麦店瞅瞅吧 这一到小麦店 发现他爸跟上去睡觉呢 脸上盖一背 被一显发现 发现脑袋有大窟窿 血流满面的 脸蜡黄 已经都硬了 冰凉棒硬了 赶紧报警吧 经过排查 警察把目光锁定本村村民 有个小的也姓杨 叫杨德丽 杨德丽过去吧 他是判过刑 案发之前呢 他这个欠小麦店 烟钱 一直也不还 所以警察就怀疑 是不是他干的呀 故意杀人是不是 好 这个杨德丽说了 说我虽然过去干过坏事啊 但是我出狱以后 我一直安分手挤啊 我从来没偷没抢 我没杀过人呢 那警察说了 那你说谁能杀人 杨德丽说 那还有一个人 叫杨新才 同村的 是他干的 就找这个小的吧 找了以后人讲话了 我有不在场证据啊 有证人 确实不是他 是吧 后来公安宣布 杨德丽 他就是凶手 而且还加一条 诬告陷害罪 你说这条倒不倒霉吧 2000年10月8号 杨德丽被州口公安机关 抓捕归案 这个检察机关 在这个审查的时候啊 杨德丽翻供 说我是被打的 驱大成招 检察院认为 公安局拟认定 这个犯罪事实不清啊 证据不足啊 决定不予起诉 一直到2003年6月28号 杨德丽才被释放 如果杨新海没被抓住 这哥们还在里边关人 我跟你说 这个冤假错案呢 就是因为他 好几个 好几个被抓起来 一直等到杨新海 被抓起来以后 这帮人才被放 啊 那么郭庄村这个惨案 发生第二天 也就是2000年9月21号 上午 杨新海已经到达 驻马店了 在这个官王庙巷啊 一个村的南面 又看见一个小卖店 这个小卖店呢 三间房 哎 他想 这个商店里边人呢 晚上睡觉门 肯定不上锁 哎 用顶门杠的 用顶门杠的顶的 而且这个商店呢 比他前两天 抢那个小卖店大很多 一定很有钱 而且看守这个商店 是两个非常年轻的女性 因为他白天已经踩完店了 他已经锁定这个目标了 选好之后呢 向周围查看 他发现呢 东边不远有个诊所 犹豫一下 他就害怕 作案以后有动静 诊所人发现 天黑以后 简单吃口饭 找个打鼓场 躺着睡觉 一直睡到半夜12点 奔赴作案现场 正好是农忙季节嘛 这个白天干活 晚上累 所以睡的比较香 杨新海到了以后 发现商店的灯早就灭了 天比较热 窗开着呢 杨新海隔着窗听了听 这里边全都是打呼噜声音 非常微弱 别的什么声音也没有 他断定 里边人睡着了 哎 这个商店一共是三间房 俩窗户 他听那个打呼噜声 是从北窗户传出来的 他就指的那块是卧室 好嘞 他事前准备了一个 钳子 专门是搅钢筋的 他跑南窗底下 把钢筋给剪断了 往上一摆 哎 直接侧室 转进去 东北角摆了一张 席梦思床 床睡了三个人 最外边是个母亲 最里边是个妹妹 还有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 睡当劲 都是头朝难睡的 那个母亲大概是28岁左右 他的妹妹大概是19岁左右 睡得非常醒 丝毫没有察觉 杨新海先到屋里找 钞子里找到13040块钱 他认为这么大个商店 肯定还有钱呢 但是找钱时间太长也不行 怕他们醒了 于是呢 就拿个大棒的啊 造那个小女孩的母亲 28岁那个女的 老瓜子 哐哐哐 三下 又砸了那个小孩的老姨 造老瓜子 三下 都昏死过去了 然后掐小孩的脖子 小孩也掐昏了 开始找钱 他这框框框啊 是有动静的 隔壁那个诊所 那个大夫听见了 起来了 因为农村的不关窗户 尤其夏天 有点声 船的可远了 对不对 一听声就不对 大半夜框框框的 那个大夫没等起来呢 就在屋里去看着喊 怎么回事 谁呀 拿电棒就出来了 我跟你说 他差点没把这个电棒 照袁海身上 这个是杨心海作案 杀67个人 唯一遇到反抗的一次 也是他认为最危险的一次 虽然你看他杀人很凶啊 他内心是非常虚弱的 就跟那个耗子似的 但凡有个喘气的活人 跟他说句话 他秃脱 浑身得瑟 你知道吗 特别害怕歪人 杨心海一看呢 吓得完了 惊惊失措呀 顺着那个后门就跑了 跑半地去了 那个大夫过来也不敢追呀 他就跑上那瞅一眼啊 一周这个背呀 这个家伙 这俩女的挖全是血 小男孩的挖都是血 完了那个窗户 钢筋 撬回来摆弯了 北边乌斗鼠也干开了 里边那个钱盒子也没了 赶紧报案 没用啊 跑了 已经到下一个城市了 那么在2000年9月一天呢 杨心海到了这个府阳市 安徽府阳啊 穿了一个灰西服 整个破自行车 车把上架了一堆红气球 上面印的各种 都是图案 大象犀牛啥的 从来不摇啊 哎 推自行车啊 到处走 就是踩点 白天踩点 正走着呢 突然间听到 一帮孩子打闹嘻嘻的声音 他抬头一看 哎呀 以下惊心 看着一个小女孩 也就十三四岁吧 哎 长得真漂亮 可白了 他很快就把车推过去了 因为你看他卖气球嘛 大人也不会说啥 对吧 把自行车推到人家门口 就看那小女孩 哎 真漂亮 此时此刻 一个罪恶计划 正在生成 杨新海选定完目标之后啊 他就想 就这么定了啊 下午时间不能浪费 挣点钱去啊 坐车跑到王殿镇下车 下车以后雨下的非常大 他没有定用被雨啊 就到这个镇上一个非米售战 去被雨 哎 他就想啊 这里边很多铝制品 如果偷点的一脉 能换不少钱 他想临时改变一下作案目标 想趁着下雨天偷旅 等到半夜12点 雨停了 尿窍的摸到这个非米售战门外 刚要偷 他就听到里边人说话啊 他就知道 完了 竟然偷不了了 有纸板的 是不是 那么当天已经连续下了两天两夜的雨 道路非常泥泞 但是他依旧走出王殿镇 他去哪了呢 他上午不是看着一个小女孩吗 离了好几十公里啊 你说他有这心呢 参加马拉松行不行 冒着大雨 满脚稀泥 走了好几十公里 又回到 哎 他上午看到那个小女孩的家门口 摸摸兜 摸摸手 啥也没有啊 那不行 上隔壁那家 偷了一个车轴 一米多长 把车轴攥在手里边 这个小女孩家呢 是在这个村子当家 三间堂屋没有院门 因为天比较热 屋里睡觉 没关门 堂屋里睡了三个人 老太太带一个小男孩睡 小女孩自己在西边一个房间上睡 杨净海看了看啊 他从侧面这个西边夹缝 钻到屋里去了 把手电给按亮了 按亮以后就看着一个十三四岁小女孩 哎 在西屋那个床上正睡着呢 屋里边其实没啥东西 就是一些生活用品 两张床 没有什么可偷的 所以他直接把目标锁定小女孩 那为了施这个犯罪 不惊动别人 拿这个车轴 去找老太太去了 赵老太太挖的 框框两下 赵那小男孩挖的框框两下 他俩一动不动 啊 完事以后呢 还不忘搜身 老太太当天穿个健美裤 酒灯裤 黑色那个 屁刀里翻出七块钱 啊 他只要到你家去抢劫去 哎 偷东西 一分都不带撑的 你放心 干净利索的 老太太跟小男孩 解决完之后 跑到西屋 找那小女孩去了 后边事咱就不说了 啊 东北邻居到他家来 借水桶 看了这个门开着 喊了好几声门打 以为是碎过头了呢 就走了 过当人再来 害得人睡觉呢 这邻居好奇 门一推开一看 妈床上背景都是血呀 哎呀 屋里边三个脑瓜子都是血 这家伙 一个没活了 三个全死了 这个时候杨新海已经逃到几十公里外的复阳市区 假装跟没事似的 逛街去了 啊 那么警察在这个现场勘察时候发现呢 受害女孩左手有十多根毛发 这个毛发是杨新海的 另外在床上找到三根阴毛 这个阴毛呢 也是杨新海的 对这个毛发做了一个检验 发现血型是B型血 那这是公安机关第一次对杨新海钻现场的遗漏物 进行了化验 并且记录在案 虽然没有抓到他 但是随后的工作当中呢 可以排除一些嫌疑人 比如你怀疑张三 你一看是A型血那不是他 杨新海是B型血 啊 那么国庆很快就过去了 天渐渐凉了 在这个安徽抚养杀人之后啊 杨新海 好有一天睡不着觉 白天就还把警察抓的 只能远离城市 晚上呢 闭上眼睛 就做噩梦 哎呀 在中间呢 杨新海也曾经啊 遇到过警察 但是他太会伪装了 每次都侥幸逃脱 有一天早上呢 他离开城市 往农村走 接着踩点 推小车 整小气球啊 警察个人拦截呢 骑得比较快 等他发现警察已经停不下来了 他就想着不能闯了 如果我闯 那那那我不是成罪犯了吗 不得查我了吗 是不是 他想啊 不能给这栽了我 那我就大大方方走上去 反正谁也不到我杀人了 对不对 我只要装的像 警察不一定能认出来 他装的个美善似的 主动下自营车走到警察面前 问 同志啊 你们干啥呢 这里边执勤是两个警察 他们是从凌晨五点在这设卡 一是饿了 第二的话 他们觉得没啥用 警察自己觉得没啥用 我告诉你 他们认为这凶手傻呀 往这钻呢 是不是 他们特别想吃晚饭喝点汤 他俩正发牢骚呢 杨新海来了 主动上来问来 那个年轻警察吧 就瞅他就心烦 说跟你没啥关系 跟你啥关系 走 杨新海一笑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拐弯刚想走 另外一个警察说 哎 站住 妈 杨新海心差没跳出来 你知道吗 都已经登上自行车 差没掉下来 你知道吗 他就想 我跑呢 他想不行啊 在自行车跑不过警车啊 那不能跑啊 我要这一跑 那不就承认我杀人犯了吗 连滚带爬下来 吸一遍笑脸问 同志 有什么事 警察说 把你那个身份证 拿来看看 杨新海啊 伸手拿身份证 给警察 警察一边看一边念啊 郑阳县汝南府镇 张家道行政村 杨新海 念到这啊 就看杨新海 问 你来这干啥来了 杨新海说 你看 卖气球的 我家里穷啊 做点小生意啊 那个年轻的警察过来了 翻他头 一打开里边啊 气球 指甲刀 针头陷脑 一瞅这样 你快走吧 真烦人 杨新海不着急呢 故意跟警察还说呢 啊 看看那老警察 他让我走了 你让我走吗 赶紧走吧 赶紧走吧 杨新海推自行车 往上走啊 慢慢悠悠的 骑上自行车 那一刻呀 他心情表面看 是很平静的 其实已经翻江倒海了 他已经杀了好几个人了 这要抓住 肯定就没命了 这会儿到 逃过了鬼门关 远离警察 视野以后啊 这假 惶惶如丧家之犬呢 以后很长一段时间 只要一想起 当时盘查那一幕啊 他浑身发抖啊 就跟陶雪川 后遗症似的 他认为啊 农村人多且杂 警惕性也不高 躲这比较安全的 不能再进城了 不能来回走了 第二节讲完 再见